我們整個文化政策 完全不是文化來的 是拿地出來去發財 然後就說我們要搞文化區 我們真的沒有文化 因為林鄭月娥回來了 很打得做發展局 不停地幫地產商去拿地 不停地改變土地用途 不停地響應梁振英那些三多 甲月急寫字樓多 酒店多 商場多 就是這三樣 現在要處理這裏的時候 就是沒有了一個民意的基礎 那個區議會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他這樣都沒有權 他只可以做一個缺制 證明說殺他 他就做了 就殺了 至於後果是怎樣呢 我聽到民建聯有一位區議員在說 我做了一件事很久 我遭過失控 那政府不做事 那我想問民建聯那位區議員 那你為甚麼支持政府呢 是浪費時間的 我們整個政府 他不單是沒有想過 香港人的文化生活 是沒有想過香港人的閒下生活 他只有三多嘛 文化對他來說 除了方便營商之外 就是第二個就是醜用 你自己有就籌一籌給你 融一融 這裏有沒有籌融呢 倒就花柴了 是不是 沒有好處的 我們浪費了很多的公共的地方 是用公私合營的方法時代廣場 就是全部那些大的 下面那個地方就由他管 我們擺劉耀邦的帳就不行 他們自己在那裏搞那些 什麽收錢的秀就行 我們窮人的空燈就被人家擠壓 是不是 彈家雞見水 啊 我都說五光十色的 你有沒有錢賣呢 你一杯可樂你捨不捨得呢 你就做彈家雞 什麽叫彈家雞知不知道 你懂的嗎 那些彈家 彈家就是水上人嘛 養隻雞 見到水不飲得是海水來的嘛 喂我們全部走進去那些窗場 真是望望的 一杯咖啡都三十幾匹 喂那我 我說那個袋 他說 梁先生 咖啡好漂亮 好漂亮 我出了銀紙更漂亮 我就收回去 這些公共空間被他佔了 所以說回說 如果這個政府真是想 這個 外面這條街是搞得好一點的 是可以的 他做不做的 政府寧願 為了政治的目的 去將市政局殺了 令到沒有人去 沒有議員去 直接 用回他原本 未被人殺局之前的權力 去為市民服務 令到 這個 康民署和食環署 如脫薑之馬 政治 行政 和民意 和 香港人的 這個公共空間的享用 四個連在一起的 如果我們 政府沒有一個政策就是說 我們發展多少公頃的地 留下多少公頃是 給香港人 香港人 是不行的 是吧 你再繼續下去 一定會 會令到我們的 那個 不單止居住的空間 是越來越小 越住越貴 越住越矮 越住越小 我們就是越行越 越行越小 越行越矮 越行越貴 就是這樣 我們 不可 我們 我們 在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